性为道云功德 我们讲的信心太重要了 人有坚定的信心 自信心 佛法建立在自信上 我有一年在美国 有个基督教会的长老 来跟我研究宗教 说他们基督教跟我们净土宗很接近 我说从哪里看呢 信心 基督教教要信上帝 你们要信阿弥陀佛 我说不一样 那从不一样呢 我说佛教的信心 头一个是信自己 第二个是信福 你看 偶一大使 弥陀金要紧 讲信愿信 他信讲了六个 讲六个 第一个信自己 你不相信自己信福 没有 佛帮不上你忙 头一个相信 我自己是佛 本来是佛 佛才能帮助你回归自信 帮助你成佛 你自己不相信 你说没办法了 这个跟那么不同 你们头一个信信上帝 我们头一个信自己 那第二个才信 信佛 信他 然后说 信四 信李 信音 信狗 这讲六个信 第一个太重要了 第一个信一信要设定了 全盘都没有了 那么今天 有几个人相信自己 所以今天 佛发衰 今天很多人 想用功 都不得理 修学不能成就 所以没有自信性 我在最近提到 这个东北有个同修 刘树云就是 他十年真成功 他成功的秘诀战略 他有自信 他有自信 别人问他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讲了六个字 老实 听话 真干 古今中外 大胜大协 哪一个成就 不是得理这六个字 他听我一篇光题 十年前 听一篇光题 他只听懂一句话 他就真干 这一句话 我常讲的 祖师大德讲的 不是我讲的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就听懂这 所以他一生 就一步无量寿静 一句阿弥陀佛 一门深入 十年就念一步 就念这一句佛号 他得到念佛三昧 他开悟 三昧是定了 诸位要想的 我们能够把精神 意志 时间通通集中 不得了 一个普通平常人 应该是三四年 心就定下来 忘念就没就来 五六年肯定有开悟 有无处 不能像会能大事 大彻大悟 也必定是大悟 智慧现前的 智慧现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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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